好 再来看到这离奇的冲突案件 在台北市的西昌间 有一名男子觉得被另外一名男子尾随 而且一看他的眼神怪怪的 担心呢 自己会碰到危险 所以他决定先发制认 出拳殴打尾随他的男子 而男子看到他做事要攻击 也立刻呢 怀疑老权双方扭打成一团 尽管呢 这个尾随男子事后公称 自己是正当防卫 但最终呢 还是被依伤害罪拘役了20天 街上还有车辆经过 店家前两名男子当街扭打 双方火气都很大 不只比着对方叫骂下一秒 跟互相把对方压制在地上 手都不肯松开 冲突发生在台北市万华区附近 邻近夜市和商圈 白天到深夜都有不少人潮 他们当时就在这地方 从半马线打到大马路上 过程中两人互殴 双方都有受伤 不过警方事后调查 他们并不认识 警方指出林姓男子 当时在这检回收 指控王姓男子狠狠瞪着他 还走到他的后方 他察觉不对劲 先动手攻击 随后遭到对方一阵暴打 尽管王姓男子公称 自己是正当防卫 法官仍以伤害罪 将他判刑拘役20天 如果他真的有主张的话 也不会符合 因为目前林先生已经停手 王先生还继续攻击 他已经不存在 可以防卫的攻击了 所以因此这次单纯的 不能主张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药件 包含药有不法侵害存在 得要当下发生的事 过去未来都不算 防卫行为必须不过当 能逃就不还手 能动手就不要拿武器 举例来说 在106年发生在新北市的杀人案 被害人中刀送一不治 而当时检警逮捕了一名女子 他公称被死者领略囚禁 在被施暴时趁夕反击 法官认为他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 才持刀反抗 判决无罪 不过条件是正当防卫的药件 全部符合可不是打人了 再说自己是为了自保 就能够全身而退 TB的新闻成员吴宇洋介们 特别报道 好 社会大搜查线 不是别人打你 然后你还手就可以主张正当防卫的 我们今天社会组的记者新月 也来到现场将我们直播 晚安 新月好 大家好 好 新月所以正当防卫 到底要符合什么条件 才不会上了法院 法官说不算 但其实我觉得这条件 其实蛮严格的 我们帮大家还有稍微整理了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首版 它上面第一条呢 就是你当下要有不法的侵害的存在 也就是说你不能是主动去打人的 你是要在处一个被动的状态 你当时正在被攻击 那OK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符合正当防卫 但是呢 再接下来看下一条 需要是眼前发生的急迫危害 也就是说他不能是 哦 他昨天打了我 所以我今天去攻击他 那这不算 那是要ING现在进行事 要现在立刻马上我不做 我可能会怎么样 对 你不能说昨天他打我 那我今天打回去不行 那或者是说我怕他明天打我 那我今天先打回去 那也不行 所以就是要现在他正在发生 那这些才会符合其中的一个要件 那第三个要件我们来看 它就属于说 需防卫自己在他人的 跟他人的权利 其实这个其实我觉得跟第一条有点像 就是你必须是要被动的状态 是 对 然后你必须知道 我现在是在保护自己 或是我为了别人 在保护别人的状况之下 不是你主动攻击的 那最后一个看到的是 防护行为必须不过当 其实这一条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 比较严格一点点 比如说就是 在正当环卫不过当 也就是说要有最有效 最小侵害 跟比例原则 那什么是有效 我就各举一个例子 有效的时候 律师就跟我举了例子 当有一个人正在骂你 是 然后你这时候赏他一巴掌 那是算有效吗 但是法官 在法官的眼里 他认为说 他现在骂你是用言语 你想他一巴掌 没有办法阻止他已经对你的侵害 所以这不算有效 对 可是我赏他一巴掌 他立刻就骂不下去了 但是你就过当啊 他觉得那你就骂回去 我觉得有可能 他觉得说 他没有办法阻止他对你的侵害 再来就是最小侵害 比如说今天你正在 你right now正在受到攻击 有一个木棍跟一把刀 让你选择 先选棍子吧 对 先选棍子 你这时候选择刀 法官就觉得说 你明明有 就是比较 第二个选项 伤害比较少的可以选 你为什么选择了一个伤害性比较大的 对 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是提到的是 刚刚说最小侵害最后一个是 我先看一下 保护他人还有自己 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另外一个蛮有趣 就是我们很常看美剧 有时候坏人 美剧不是大家就是有那种 中庭那种花园 坏人进到你的花园 然后有些可能美剧 直接拿枪把他比了 但如果这在台湾 是不可以的吗 对 因为法官会觉得说 你明明可以锁门 不要让他进来 你为什么拿了一个最 侵害最大的枪把他一枪比 那这时候往往如果不符合条件之下 你就会处于一个就是防卫过当的状况 那这边就是有一个防卫过当的例子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左手边这里 当时就是说呢 其实有一个情侣他上山去看业景 然后呢却碰到了一个小混混 那那小混混呢就是 想要跟他们就是卡油 说要有那个恋爱税啊什么的 然后还对女生毛手毛脚 那最后这男友为了要保护他的女朋友 就把他掐死了 但是他最后是被法官认为是有防卫过当的状况 那防卫过当第一个 他是觉得在身形的部分 他可能觉得这个男友可能比较壮硕 这个小混混可能比较瘦小 你怎么可以以大欺小 这种概念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可能认为说 你当下你是他是掐他 他有可能已经被你掐昏了 那你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 对 所以这是法官可能会考虑到 那我有上网查了一些比较有名的案子啦 就是2014年可能大家都还有一点点印象 就是2014年的时候 有一个老公跟他怀孕的妻子 回家的时候发生一个陌生人 在他们家浴室洗澡 手里是拿着武器的 当下他的老公为了保护他的怀孕的老婆 就跟这个小 这个陌生男子有搏斗 最后也是把人家给勒死了 但是一直到我刚刚去查 2016年他们的二审判决 法官还是认为 他们是有防卫过当的状况 嗯对 所以其实防卫过当 就像欣燕刚刚讲的 有几个要件符合比例原则 有激迫性 然后呢是不是 有当下立刻要马上去做反应 那么你是不是有其他 更不会伤害到其他人的性命的选项 去做选择 可是人在发生危机的时候 要想到那么多的条件 很难顾虑到这么多 真的真的 对 非常难啦 有的时候各式各样的个案 法外不坏于人情啦 如果还是要看法官的行政跟认定了 而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今天我们社会组也提供一个有趣的案子 就被诈骗已经心里很焦急了 很多人呢就会想要去加入这个诈骗受害者自救会的社群寻求协助 没有想到社团里面还是潜伏了诈骗犯 匡称呢只要交保证金就可以帮忙追回被骗的金额 而这名女子呢他也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能 后来想想觉得自己好像又会再被骗 所以答应面交保证金的同时也报了警 抄上门口来了一堆警察将黑衣骑士团团包围 原来他是车手与被害女子的面交18万 却不承认还评评狡辩 我这不是毒品 我这是合法的 机车别其乐 先上警车去派出所了解一下 原来站在旁边的长发白衣女之前就已经被诈骗集团骗过一轮 这回以为遇到好心人要帮他拿回受骗的钱 没想到差点又被骗 双方当时就约在这间超商来面交 而这个被害人之前已经被骗了几百万 上网寻求帮助 没想到留言要帮他的这个人竟然也是骗子 应该有三个警察吧 两三个警察也有 应该是还有一个年轻人吧 我只知道他们在抓车手而已 警方调查这名受害女子年约56岁 从事保险业务 公正之前投资虚拟货币被骗了三百万 刑友不甘 决定在脸书查询诈骗被害人的自救社团 寻求帮助 偏偏这个时候诈骗集团也看准被害人 渴望拿回钱的心理 伪装成自救会中热心的网友 留言框称 之前也有被骗过 但是有拿回款项 表示可以帮忙 不过必须先收一笔保证金 双方随即相约新北市深刻老街附近的超商 25号中午12点来面交 但被害女子在11点50几分 觉得不带对劲 决定先报警 就在这短短几分钟 一群园警赶赴现场围捕车手 拦阻现金 没让卫装成贾正义哥的诈骗集团分子 从被害人身上再学一笔 TVBS汪汪一姐 幸福到 确实都已经去自救会社团来求助了 居然还在被骗 就像陈良所说的 太可怜了吧 一片还有一片片 但是好险呢 幸运今天我们这个当事人 他可以说是相当激进 还知道要报警 但很多时候 有些人是不是真的会被一片再骗 对 因为其实呢 我们可以说现在社会新闻 我自己做到其实蛮多种类都是诈骗新闻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 我们新闻都已经播成这样 或者是说政府有在宣导说诈骗的问题 那怎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受骗 就是其实我们也蛮好奇的 因为包括远景 他们假如说去上银行阻诈 他们在现场都要跟他真的是 苦口婆心 对 真的是苦口婆心 然后有些甚至已经跟他 劝了半小时 一小时 然后他们这才觉得说 我好像遇上诈骗了 对 有时候他们 真的是会心累啊 对 而且还甚至有些人是 根本不相信警察 他只相信电话那头的人 那他们心理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呢 对 所以心理的状态就是 这边呢 就是有一个外国学者 还有就是帮大家 还有整理了差不多三种类型的人啦 第一种呢 他是觉得说 是缺乏足够知识和心理脆弱的人 那什么是缺乏足够知识和心理脆弱 那个学者是这样讲 他就觉得说 你就是不够了解 你不够了解这个东西或什么东西 你才会被骗 他就说可能在所有的诈骗新闻里面 受害者的角色 因为现在金融诈骗很流行 很多 对 那他说可能就比较少是从事金融 银行业者这些人 因为他们可能平常都会有些设计虚拟货币啦 投资啦 所以他们对于这些 呃 歹徒的这些话术 比较不会心意的受骗上当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是 心理脆弱的部分 那心理脆弱部分呢 这边他们是讲说 比如说 通常啦 很多的时候是单身 或者是交友状况破碎 破碎的人 那这个我在这边了解是 我自己接触到比较多的案子 是比如说像爱情诈骗 没错 对 有些男生女生 他可能平常的人际关系中 比较少机会可以接触到异性 或者是交友状况之下 有一点点障碍 那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来思讯你 给你温暖 对 照三餐问候你 然后对你嘘寒问暖 然后就是对你非常好 那你通常你平常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你突然有了这样的状况 他就会很信任他 很多都是什么国外国医 什么医师啊 军人啊 对 然后这种通常 他一步一步的就是要骗你的钱 他可能说我阿嬷生病 或是帮我领个包裹 可是我现在没有钱去领 可不可以先 帮我缴个保证金 没错 那这种通常状况之下 你就会容易被骗 那第二点就是要讲到的是有承诺和信任 诈骗集团呢一定会先给你承诺 比如说投资诈骗的话 他就会说 你先给我多少钱 我保证你获利 会多少 那其实他们也很聪明 他们就知道就是 这些投资人 他们就是要赚钱嘛 所以他一开始 比如说他先叫你投个十几二十万 一开始一定会让你赚钱 他保证获利他一定会让你赚 所以呢他就在这过程当中会一直想要你多给他 就是多投资 等到你投资到了一定的数额 比如说一两百万的时候 这个时候来不及了 你的那些钱全部都领不出来了 这是现在最常遇到的一种状况 嗯还有一种是不愿意寻求帮忙吗 对不愿意寻求帮忙 我想说有一些比如说长者长辈 嗯他们毕生的积蓄 OK他们想说我退休了 我可以来买个投资或什么的 然后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些广告 或者是一页式的广告 他们就觉得说 哦那我来试试看 那进去国真的有一个老师 在教你怎么买股票 然后有好多进去群组之后 有好多的学生都说 哎我有赚钱 这样子所以呢 他们这时候通常 比如说他们就会被骗了之后 不敢跟自己的家人讲 怕被小孩骂 这种状况是最常发生的 所以他就不愿意向外 跟孩子跟朋友倾诉 也怕丢脸 没错 所以都不愿意讲 所以刚刚讲几个心理 多多关怀一下身边的朋友 面对他们落入诈骗的陷阱 我们谢谢星焰 TVBS新闻直播 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 七点到九点 由星华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